阿曼大家好,邱教我們專講 很夯的這段,明報之深 電腦原因和網路和報紙都已經結合 今天專講要來訪問我們很久就要來訪問 全教長大專委員會主義馬副秘書長邱榮輝 大學來的有75%都是私校生的 所以我就不要再說 今天是邱榮輝副秘書長主委來給我們開講 由副秘書長名字,我猜我們叫邱委員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全教長的副秘書長邱榮輝 這次是因為大家在關心這個蘇力學校的問題 他現在也在受這個蘇力學校的發動 所以在全教眾很關心這個事情 譬如說高雄養醫 陳詠勳醫師、老師、學生都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們從今年的二月 民進黨跟這個私校法的優先的心材法案 開始我們就開始準備修完的分析 尤其是民進黨、公民黨、時代力量的努力都做一個遊說 交通他們都很贊成 在這個五月十六的時候 黃國書委員也做一個公聽會 大部分的學者、立委員也都很贊成蘇力學校要改 蘇力學校大家知道很多問題 我們在補充看到 滔空、五輝搬運、蘇力黨、四輩 用起床來練財 會有很多事情 讓我們的蘇力學校 我們覺得我們的孩子在那裡躺 有辦法使得很好用 如果說十個孩子來說 有七個孩子是要去蘇力大學來討論 所以立委員會的孩子 有七成的機會都會去蘇力學校 所以我們大家要關心這個蘇力學校的高用 英文最大的就是這個蘇力學校法 這個如果沒有訂得好 讓黨室會黑白來、黑白創 我們所有的學位都放在水底 都讓黨室會做操控、搬運 所以我們家中、學生都要很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在全國政府 基本上很多家庭、家庭、外面、遊行、空氣、 學生也做了很多家庭的賓錢 還是我們看到六月三十日 三十日的時候 立法尼來用這個資料做一讀 通過一般本我們發覺有很多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我們給的問題 有更進步性的問題 他都沒有放進去 他只要讓蘇力學校 有這個 新設公益董事 和公益檢查人 而且還要建門檻 黨室會的 黨室會連任 都沒有很好的 都做一半 所以可以說 蘇力的黨室會的黨室 也可以繼續為所欲為 可以繼續做壞事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一讀的版本 是在很無法版的期待 所以我是希望說 不管是國一 全教組 還是說學生 和長 市立學校的修法 我們現在到 到位就是 立法院在新的會期 大家要關心這個事情 盡量可以站出來 我們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立法委員也都了解 民眾的立法委員 我們說他很有進步性 但是到目前來看 我沒有看到說他有進步性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是不是他家屬於學校 當時有些利益的瓜哥 我不知道 我們看到說 那個奇怪 他們應該是 民進黨是很有 理想像 可以和 我們的民眾民意 站在一起 但是為什麼到 這個修法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他們不是這樣 讓我們的期待 真的失望 是怎麼他們可以說 他們可以說 這個修理學校 他們說修理學校 就是修理人 可以拿修理黨修理 這樣說話 讓這個法院 可以修作 基本就是 無法真的改革修理學校的版本 所以我們是期待說 現在不是公立的 是甚麼 用公立 可以共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在一起 表示我們的關心 學生 有一個學生的家庭 一定要站出來 關心修理學校的修法 這樣有 民意的歡迎 讓這個 這樣聰明有機會 可以把修理學校的修法 修作走得更好 可以更有效的 來感受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這個 修理學校的 這個修理學校的 這個修理學校的 大家就會來拍攝 這張照片 我們要來拍攝 我們要來拍攝 我們的修理學校 我們要來拍攝